3.苦积为先 诸佛大悲与苦者 心偏敏念常莫众生 是以劝规净土 亦如溺水之人 急需偏就 岸上知者何用计为 苦积 这一段是讲苦积为先 而且是为恶无善 这一段法语在解释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是由释迦摩尼佛 无问自说 先为众生介绍极乐世界的清静庄严之后 就劝导所有众生说 众生文者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又说 文士说者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然后又说 若有信者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在这同时 十方诸佛也异口同声 主动欢喜地来证明 释迦摩尼佛 劝导你们 愿生 极乐世界 只要念佛 愿生者都能往生 所以说 诸佛大悲 于苦者 心偏敏念 常莫众生 是以 劝归 净土 可以说 五卓 五卓 五卓就是 结卓 剑卓 烦恼卓 众生卓 命卓 我们这个 苏婆世界的 五卓众生 都有这五卓 最基本的是 剑卓 跟烦恼卓 只要有 剑卓 跟烦恼卓 就一定会 堕落 三恶道 常莫 常莫就是指 堕落 三恶道的意思 就好像 在大海里面 浮沉 浮起来 吸几口空气 就是生而为人 或是生在天上 但仍然 是那么苦 而莫下去 就是 堕三恶道 地狱 恶鬼 就是 纯粹的大苦 即使是畜生 弱肉强食 最后一刀 也是 痛苦 无边 溺水域 善道大师 继续说 一如溺水之人 急需偏就 岸上之者 何用即为 好像沉溺在水中的人 一定要特别地 专门地 先去救度他 这时不救 就来不及了 处在岸上的人 救度不救度 根本没关系 因为他没有 溺水的危险性 其实我们众生 都如溺水 只要我们体会到 自己是个溺水的人的话 就会依靠 弥陀的救度 若是没有体会到 自己是溺水的人 就跟弥陀的救度 无缘 我溺大海 岸上众人 接大呼 努力往上游 爬上来 爬上来 岸上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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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净土门 弥陀救度的 塌 力 异行 安乐 弥陀独尊 弥陀唯一 八万四千法门 哪一个法门 能够救度我们 只有这个 弥陀救度的 净土法门 十方诸佛 虽有悲心 不能救我们 只有弥陀 愿行俱足 能够救我们 所以 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一个法门 能够救度 溺水之人了 释迦摩尼佛 注释四十九年 所讲的法 处处都在 只归净土 有一句话说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往胜前贤 人人趋向 也就是说 自古以来的修行者 最后 大都趋向极乐世界 让弥陀救度 释迦摩尼佛 千经万论 都在介绍 阿弥陀佛的救度 纯粹讲净土法门的经典 是净土三经 附带讲净土法门的经典 也有两百多部 可以说 十方诸佛虽多 法门也无量 可是只有 阿弥陀佛 才能够救度我们 我们学 净土法门的人 就要有这种认识 净土法门 有一个特色 就是 弥陀独尊 弥陀唯一 其他的法门 看起来固然也好 但如果不能让我们 利也跟众生受益 就和我们无关了 五逆 五逆 方法 乘愿 往生 善导大师言 以佛愿力 五逆十恶 罪灭 得生 方法 产提 回心 接往 阿弥陀佛的愿力 能够消灭 五逆十恶的罪 而是造作 五逆十恶的人 往生 极乐世界 如果 没有 弥陀的愿力 五逆十恶的罪 应该 堕落地狱 忘法 产提 也是一样 由于 有 阿弥陀佛的愿力 他们回心 远生 极乐 称面 当下 也能 往生 这就显示 阿弥陀佛 所说的 受我得佛 十方众生 真的是一个 广大 无边的 法门 对十方众生 毫无 谴责 连 逆棒 产提 都能 往生 其他人 当然 更能 往生 自觉 逆 恶 我们 要 把自己 看成 是 五逆十恶 的人 五逆十恶 的人 之所以 当下 能够 往生 是因为 他 后无 退路 我们也 自视为 五逆十恶 的人 后退 无路 我们的 往生 就更 可靠 所谓 置之死地 而后生 能够 使 五逆十恶 迸法 产提 都能 罪业 消灭 往生 净土 唯有 靠 弥陀 的 愿力 产 产 阿弥陀佛